3C产品真的是长江后浪推前浪 像是鸿海就率先推出了60寸的榜约电视 在市场上大卖 现在国内的两家3C通信龙头也不甘示弱了 全国电子宣布跟凯博大宽屏 一起推出32寸零元的易金电视 而灿昆则是跟电信公司合作 推出榜约42寸的大电视 而有趣的是呢 这些都是同一个品牌的电视机种 让台湾又掀起了另外一波电视的促销大战 12寸的LED电视0元 42寸的大电视采用FHD主打高画质 高解析度的极致享受 3C卖场和电信业结合 推出榜约专案 大电视不用钱 我已经在开了 已经有干嘛 前天再进来 电视不用钱 民众乐得开心 另一间卖场也和宽平合作 同家厂牌32寸的电视榜约三年 价值12900元的大电视 也让你免费带回家 因为上一次四天贩卖超过3000台 那这一次我们倍增加码倍增到6000台 那非常可能在一周内会完卖 业者信心满满看好销售量 选择同家家电厂牌合作 萤幕尺寸不同 但都推零元专案 不过一个榜约两年 另一家更长达三年 每个月还得付千元以上的月租费 因为太大了 我们家好像不太可以 消费者意见两极化 只是季鸿海推出60寸大电视方案 引发抢购潮后 3C卖场也不敢示弱 推出零元榜约方案 年底电视促销大战即将引爆 论论和空运王嘉宁 海北报道